智慧马上就隔绝开来了 所以呢 情深自隔 好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在我们的第七意识里边 我们不断的有很多的情绪 这些情绪里边 就是我们的 眼耳鼻舌身意 然后舍受 然后在感受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的情绪 那么这些情绪 你顺着这些情绪 你的智慧就没有 那我们还要 今年我还想 大家呢 在练习底下还有一个字 这一个就是 叫做情 就是想变体书 什么叫做想变体书 想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改变一下 那体呢 就是你的字体 这个字体呢 其实用现在的名词 就是你的个性 你的想法改变 你的个性就会跟着改 那么你的个性改了 你的命就会改 所以我们很多人 一直执着你的想法 那你的想法 各位也一定要知道 从阴眼 然后等无间眼 也就是你的阴眼 它的见过不是只有 当下那个瞬间 因为你的阴眼 它是五死结以来 它就产生了 所以你的那个见解 你的我见很强 那我们的见 你今天要改变它 你一定要慢慢来 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想要改变我的个性 那么这个个性的改变 也一定要慢慢来 那你慢慢来了 改了你的个性 那么你的人生 就会马上跟着改变 好 所以呢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就是莫娜事 也就是我们 有我吃 我爱 我见 还有我慢 这四样东西 就会变成 情深的深 是深出来的深 自格 情深自格 没有错 那个深是 深出来的深 好 情 情绪 深出来了 那个智慧就 隔开了 好 你的想 想法 改变 那么 你的体 体就是个性 你的个性 就马上会不一样 好 所以你们常常这样练习 这个是老人家 他们今天在问我几岁 我说今年七十三 七十三岁的经验 大概也可以提供给各位 因为这这么多年以来 我常常会 一直的提醒自己 当我的情绪来了 我的智慧就会被隔开 那么你呢 因为常常不断的 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自己 所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我情绪少了一点 你的智慧就会多一点 所以大家常常这样试着 情绪少一点 你的智慧就会多一点 好 那我们 第七意思 就是我吃 我爱 我贱 我慢 那这个再来就会 第八意思 就是种子式 那这个种子式 我想 我就不再跟各位 继续的谈 那现在呢 我想我们 再了解一下 你的心 不管你这两个心房 一个是快乐的 一个是难过的 其实这两个都是合在一起 那么这两个 其实是一个整体 那么这一个整体里边呢 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心 有片形 什么叫做片形 也就是 我们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不断的在做意 做意就是 我会什么想 你想想看 我在想 我认为 我以为 那个就是做意 好 再来 处 我们 只要有 不同的环境 你就会 马上有 某一样 不同的想法 所以当你 看到一个新的情境 你的想法就会出来 所以我常常会 跟各位讲 我们不要怕 面对新的环境 好 受想 思 这个我想 你们大致上 都看了很多 我就不再谈 那什么叫做 北境 北境就是 大家个别 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前面的那几样 当你面对了任何一个情境 大家都一样 马上会产生 我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对境身心 这个都相同 但是 我们 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我们有五样 这五样 尤其我们在教学生 学生的个性 他们的想法 各个不一样 所以 我今天要这样教 那么不见得大家都喜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想要满足每一个 但是永远满足不了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如果有一天 大家有 你的学生 或者你的家人 从事政治活动 我常常会 一直的拜托各位 千万不要讨好民众 为什么 因为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如果你是要讨好民众 你永远讨好不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都是要满足每一个人 那么你永远满足不了 所以你在教书的时候 你一定要秉持你的专业 而不是说要去讨好学生 我们今天的教育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政治力量进到校园 那进到了校园 政治人物要讨好民众 所以你想想看 你课程怎么编 老师的教学怎么编 学生绝对不满意 家长一定有意见 然后呢 社会一定有很多的看法 所以 大家呢 一定要秉持我们的教育理念 好那所以从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那这个是 那个是北境 好那现在呢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想想看 如果你不修行 大致上 你虐心 你的心 善的有几个 善的有十一个 所以各位想想看 我们今天 如果你不修行 那么你会不会做好事 会做好事 但是呢 你做的好事 大概就是只有这十一样 问题是 这个是十一样 对不对 我们善心所是十一样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烦恼心所有多少呢 大家看看 你的心 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痢 不正见 对不对 不正见里边 身见边见 见起见 借起见 还有邪见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贪嗔痴慢痢 大家也都很清楚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根本的烦恼 就有六个 好 好 再来 还有 谁烦恼 还有二十个 所以 大家 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面对的这一群学生 其实他们的贪嗔痴慢痢 不正见 我们面对的家长 他们的这些贪嗔痴慢痢 然后不正见 很多 我常常会跟各位谈 你跟家长在谈话的时候 你的家长常常会跟你讲 我们重视孩子的教育潜力 对不对 我重视我孩子的教育潜力 可是如果你的孩子破坏了整个班上同学二十几个或者三十几个的教育 受教育的潜力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 他只有看到他的孩子受最好教育的潜力 但是他的孩子正在影响老师教学的时候 其实已经侵犯了二三十个其他同学受教育的潜力的时候 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今天社会上都是只有看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子女的这些利益 没有想到其他人 为什么 因为贪嗔痴慢痢 那假定我们老师对学生 假定你想要给他更多更好的 我告诉各位 学生的成绩也好 他觉得是他努力的成果 他不会想到同那个老师的恩典 我老人家就是这样 我感谢感谢一世人 每年会打电话 教师节会打电话来说 老师谢谢你 以前在讨论的时候 成绩都从后面来算的比较快的那几个学生 那几个学生都会很感恩老师 但是前面的这些成绩觉得很好的这些孩子 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努力的 所以他们不会感恩你 为什么 因为贪嗔痴慢痢 这个就是一种特性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的学生没有说不好 因为我们学生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 我们每个学生 善罚也有失忆 所以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学生 他们都很好啊 他们也会信赖人家 他们也会认真啊 他们有时候做错了也会惭愧啊 对不对 他们有时候呢 跟他没什么相关的他也不会贪 对不对 他也有这些好处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学生 贪嗔痴慢痢很多 学生的家长贪嗔痴慢痢更多 对不对 那我们面对的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随烦恼二死 什么叫做随烦恼 你想想看 只要稍微不如意 不称心如意 他就会开始生气 他还会怀恨老师 好 各位一定要记住 但是呢 假定我们想要教学生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要把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胸 让我们的学生会 好好的去爱别人 我告诉各位 你们也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做去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 他是相当好 是我很尊敬的 那这个老师呢 他是真的是好人 那有一天我在跟他聊天 我说 诶 某一个人不是你的同学吗 结果他第一句话就说 不要跟我聊他 我问他 诶 为什么 你们不是同学吗 他说不要聊了 我问他 他现在还没有退休啊 他有一天跟我谈起了你呢 他说他有什么好聊的 这个人小人 我就问他 为什么 他说你真的要知道 我说没关系嘛 都已经我们都老了嘛 结果他就跟我讲 你不晓得啊 以前啊 很倒霉啦 读小学六年 就跟他做同一张那个什么 那个桌子了 然后呢 我们以前那个什么桌子都会画一条线 然后呢 我坐的这边 他坐那边 我的东西 绝对也不能跑到他那边 他的东西也不能跑到这边 结果有一次呢 我买一个新的橡皮擦 结果怎么样 他就把我脱了 脱了以后还不承认 啊所以呢 我就很气他 所以我 刚刚跟你讲 我的同学里边没有他 各位啊 橡皮擦一块多少钱 当然你们现在不会觉得说 橡皮擦很值钱 但是我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我买一个橡皮擦 或者要买一个新的铅笔 都不容易啊 结果他就是因为这样 结果都不跟他讲话 好啦 那不跟他讲话呢 有一天啊 刚好我到台南 然后呢 我回去 我回去的时候 你们知道台南 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台南有一道 很出名的名产 我那时候呢 因为刚好从台南 我就是做那个 那时候是统年客运 那时候高铁还没好 所以我还做统年客运 你选择看 我吃素哦 我还特别帮他带那个 然后呢 就把他带带带带 带到那个台北 我知道那个 我那个朋友应该还没下班 我就跑去给他 我说 你的好朋友啊 知道我今天要回台北 特别啊 要我帮你带这个 他看到那个时 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马上就帮他打圆场 我跟你那个同学讲 你呢 以前脱你的那个什么 橡皮擦 哎呦 你怎么跟他讲啊 我说 一辈子 才几年嘛 为什么要误会啊 为什么不讲开呢 对不对 他说哎呀 不好意思啦 各位啊 我们当老师 我们当大人 你自己想想看 我小的时候 我的同学 无意中可能 脱了我的一个橡皮擦 我还把他记了五六十年 所以啊 很不值得 但是呢 我们又为了表现我们是正人君子 所以我也不讲 对不对 啊还好 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啊然后他呢 我也认识 所以啦 我帮他这样 最少 他们眼睛我看以前 没有再想到 为了一笔 也要再一个橡皮擦 所以 为什么我 今天上课 我一直在想 要如何各位 来让各位去了解 我们的心 因为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学生家长 当我们面对 我们现在的这些长官 你一定要知道 他们跟我们一样 谁烦恼一大串 所以呢 他们有这么多的烦恼 学生有这么多的烦恼 家长也有这么多的烦恼 这老师 难道你没有烦恼吗 你说我学活 我没有烦恼 假定你学活没有烦恼 那你叫做骗人 假定你学活以后 要学到最后 你真的没有烦恼 我告诉你 要真的没有烦恼 你就去烦恼 你如果没有烦恼 以前你一定有烦恼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学活 我从十五岁学活 学到现在 我的烦恼一大堆 那为什么 因为无始绝来那个音颜 还有什么等无间颜 还有人与人之间 人与事之间 还有手颜颜 对不对 然后每一次的盐 就增加一个力量 所以那个力量是增上盐 你想想看 你有多少盐 那我们面对这些 我们最重要的 所以我下一堂课 我就想 谈这些 最重要是要让各位 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们接触的这个环境 大家都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你看到人家的烦恼 你也要知道 那很正常 你有烦恼 你也很正常 看到你先生有烦恼 你干嘛还要再跟他 增加他的烦恼 他已经烦恼得过可怜 看到太太有烦恼 你更应该要体谅他 对不对 然后看到 你周遭有那么多的烦恼 你要跟他讲 我们人都是烦恼中长大 所以面对烦恼 就好像你每天一样 要呼吸一样 当你要呼吸 你就要面对烦恼 所以烦恼没什么事 烦恼只是呼吸一样 如果你慢慢的清楚了解这些 那你就慢慢的学习 我们在修行里边 最重要有很多心不相应 那么修行在修什么 这些心不相应的行法 你能不能慢慢的去跟他相应 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视的是要从这个地方去得到一些启示 这些启示很重要 第一个叫做得 你想想看 在我面对我的环境 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 他是由贪心而起 但是我们因为是从清静心 你把它转化成清静心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面对的一切事情 我可以改变它 对不对 我得以改变它 你不断的这样练习 那么呢 我们下一堂课呢 从这个地方 要来练习如何去 让你烦恼 烦恼没关系嘛 我每天要呼吸嘛 对不对 所以我每天再烦恼 那我把烦恼当作 人家说 那是什么 吃苦 如果在吃饱 对不对 那我呼吸 就是在呼吸烦恼 呼吸吸进来是烦恼 但是我吐出去的是清新的空气 就好像 那个绿色的植物一样 我呼吸的是二氧化碳 但是经过我的 那个光合作用 我散发出去的是 好的氧气 清新的空气 那么这就对了 好 那我想我们第一堂课 就先介绍到这里 互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跨播 互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画波帐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005-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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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生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药供烟供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旗舰49日 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荡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 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小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 爱群主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罗侯罗尊者 密行第一 境界威夷 罗侯罗尊者 贵为佛陀之子 也是身团中 第一位沙咪 小时候调皮 但经过佛陀的 开示劝导 性格越发稳重 沉静 修忍入 慈境界 佛陀成在 罗侯罗为 命行第一 于三千 威夷 八万细行 都能了知奉行 一心鼎礼 尊者 罗侯罗 祈愿大众 见舍利 生欢喜行 并学习尊者 慈身端正 慈戒敬心 尊重看待戒律 并如法受持 见离生死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六災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在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迟灾过五不时 阿弥陀佛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神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不知的心是感动的